登光秀在北京中轴线舞门开场 三面宫墙上万箭齐发射出镭射光雕 照亮各个墙根角落 过去从皇宫推出问展的舞门 夜里不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 晚上来就是很神秘 充满那个梦幻的感觉 我觉得很好 会不会害怕 还好吧 人多 还好 还好 因为大家都是北京人嘛 所以都有听到一些北京的传说 晚上不可以到故宫 那只是传说 这是历史传说 传说中工作人员听见各宫殿动静声 甚至看到太监宫女的身影 猫和乌鸦突然发出起里的叫声 让人不寒而栗 乾隆以前住的那会儿 不是什么丫鬟啊 他也就是那些的吧 但是那些 反正就是阴气重吧 应该是 应该是阴气算是阴气太重吧 这么大一个宅院 故宫古建筑里有九千多个木造房间 为了防火禁止拉电线照明 因此晚上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乌鸦 大猫 以及各种动物的叫声 与历史冤案结合 被人混声混影 描述成灵异事件 晚上呢 就是这个 故宫关了以后 这边经常有一些乌鸦叫啊 故宫最著名的公案是1992年一个雷雨天 许多游客看见一批宫女从红墙走过 并拍下当时照片 后来专家出来解释 因为宫墙上含有四氧化三铁 这种化学物质有类似录影功能 打雷时电能传导下来 碰巧有宫女经过 宫墙就相当于录影带的功能 以后再有闪电出现 就把以前记载的影像给播映出来 出现一排被录下来宫女影子 月圆夜夜游故宫 成千上万盏红灯笼 把故宫弄得红红火火 但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还是显得阴气沉沉 黄城大死角多容易藏人 2011年一名男子白天潜入故宫 深夜偷了九件展品 被捕后找回部分宝物 还有三件丢失 因此故宫每天下午四点清场 五点关门 足以清查每个角落 此境城里过大年 94年来第一次开放免费入场 好像拍宫廷剧 白天有试集 晚上光雕秀 在南三所太子宫殿 长出一棵最高的树 仔细一看上面挂满 各种通讯设备 原来它不是真的树 而是一个基地台 用来增强手机讯号 紫禁城即将走过六百年岁月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LED灯取代明火 光雕取代了烟花爆足 北京故宫IP曾为网红 未来在端午中秋 还将开放夜间入场 沸腾的人气冲淡了古老神秘传说 新时代的历史 贪于朗朗乾坤